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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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如果承诺都兑现 能不能少些悬念 让我再离你近一点 还平面的星光 也能将黑夜点亮 想要带你去看那画面 我将对你的执着 都化作翅膀 跨过夏天的火热 和冬的薄料 我既然说我爱了 就不相守 希望能够好好活下去 要唱得起的倔强 也可以疯狂 和所谓这世界怎样 我要给你活的翅膀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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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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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来啊 我一直在这儿看着呢 走啊 没人啊 他不是打退堂鼓了吧 再等等吧 怎么还这么疼 冷医生 我们要不送都督去大医院吧 根据我的分析 都督得的腥红热是中毒性的 医院现在并没有什么特效药 如果我们把他送去的话 马上就要隔离了 那我们能做点什么吗 我已经联络了我在青岛的朋友 他那里有德国的抗生素 现在正在赶来的路上 但是最起码要十个小时 那我们除了等 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哪怕能缓解一点他的症状 他的病情只能越来越严重 如果病毒扩散 有可能会得心肌炎 脑梗炎 甚至会中毒性休克 冷医生 你告诉我 都都能挺过这十个小时 对不对 他一定能坚持住是不是 九哥 你冷静一点 现在我作为一名医生 只能告诉你实话 至于都都到底能不能挺过 这十个小时 要看天父的安排 我们能做的 只有陪在他身边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干吗呢 你 你 我干吗呢 你 你干嘛呢 你干嘛呢 我来巡视啊 看看浴室有没有打扫干净 妈 我发现 八九六三到现在还没来浴室打扫卫生呢 她在典狱长家里面 你赶紧把她叫过来吧 去吧去吧去吧 不是平常都你去吗 妈我去啊 陆佳 我太累了 你去帮帮忙好不好 速速快一点啊 要不然看守长要骂人了 他不会是耍我们了吧 就是啊 他是不是把我们都出卖了 不会的不会的 九个姐姐都跟我说好了 会跟我们一起走的 说不定 他现在是被什么事给办住了奖 一一会儿就过来了 好 就再等他五五分钟 对 好 走 点区长 林九哥的回落时间到了 今天情况特殊 我想把林九哥留下来 回头你去补个书面文件 是 殿医长 灵鹫哥 你如果觉得嘟嘟的病有传染性 不愿意留下来陪他 你自己选择 你可以离开 我不勉强你 对不起 殿医长 我该回去了 九哥 都督这十个小时能不能挺过来我不知道 但是你留下能够刺激他的求生欲 他现在最信任的人是你呀 一切就绪 明晚八点 是 一切都不会是 一切都不能拉着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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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多多 你醒了 都督 他醒了 都督 都督 我是爸爸 那几个打扫浴室的 怎么还没回来 听说八九六三 去点狱涨价了 那另外四个呢 不清楚 你在这里守着 我去看看 我去看 不等了 既不可是师父带来 走 走 来 小辣椒呢 七八五六 四二三一 五三 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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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 六三 都都 别怕 不怕啊 定居长 什么事啊 我们走 是 四 四 五 五 四 六 五 六 十 五 五 一 五 七 五 八 第一 , 走 走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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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站住 快快快 别跑 站住 站住 快 站住 站住 别跑 月御女乔 马上投降 否则立即击变 否则立即击变 冲你老王子响 不划我再死 上 快 站住 快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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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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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應該是挺過來了 我該回去了 明天再來 嗯 啊 我剛剛聽到警報聲到底出什麼事了 你說呀 九哥 你要答應我 接下來不管你聽到什麼 你一定要停住 我 今天他們四個人 真的越獄了 逃到一半就被發現了 所以監獄拉響了警報 大致嗎 跟小白仔 當場被擊斃 對 對不起 對不起 我現在知道的只有這麼多 但還好 今天你躲過了這一劫 要不然這件事情發生在你的身上 那 都是因為我 都是因為我 他們都死了 九哥 你怎麼能這麼說呢 這不管你的事 這怪我 怪我沒有安排周全 啊 九哥 你要相信我 你要堅強 以後你要面對的事情 還會更可怕 你要知道 你的冤情還沒有洗白呢 殺害你父親的人 也還沒有找到 所以你要挺住 你要堅強 聽到沒有 你們出去吧 是 雷医生 他情況怎麼樣 初步判斷是腿骨骨折 其他地方 還要再檢查一下 什麼時候能醒過來 這個還不好說 可能還有觀察 等他醒過來之後 第一時間通知我 還有 沒有我的允許 誰都不許進來 好 嗯 八九八七 到 報告典役長 全員到齊 好 昨晚發生的事情 我相信你們都知道了 這是我上任以來 發生過最嚴重的一起 越獄事件 對於逝者 他們雖然是咎由自取 但我仍深表遺憾和惋惜 這起事件 雖然暴露了我們監獄 存在的漏洞 但是也再次印證 我們監獄的防禦系統 是堅不可摧的 今後 我希望你們都能記住 要想從這裡平平安安地走出去 唯一的一條路 只有刑買釋放 龍隊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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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eg 手放下 怎么办啊 起来 红椒菜 起来 龙队长查看完了吗 昨天晚上是谁打扫御师的 这个月安排的是 四二三一 七八五六 四七四七 八九九一 还有八九六三 八九六三 林九哥 对 其余四个 就是越狱的四个女修 昨晚林九哥去了您家里 不然的话 也是应该留在御师打扫的 传我的命令 集合所有狱警 清查监狱里所有的下水道口 是 昨天晚上那三个人不是被子弹打死的 分明是纯死的 要是我肯定会选择一个暴雨天 雨越大越好 雨水不仅能冲散逃跑的足迹 还能掩盖身上的气味 这样一来呢 那些德国警犬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可惜啊 这几个蠢货偏偏选择一个大晴天 怕下暴雨涨水 这简直是 舍本竹木 死了活该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我知道 原本一起死的 还应该有一个人 既然您什么都知道 为什么不去跟天狱长举报 既然我能看出来 那龙天狱一定也能看出来 我要是你 肯定是第一时间让龙天狱相信 自己是无辜的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比起你 我更讨厌警察 龙队长 你看 这个下水道口通到监狱外面的护城河 是条排水通道 这座监狱的特点就是下水道口十分地宽固 有利于排水 确实 张三的尸体 就是在这个下水口的护城河附近发现的 没错 是同一条路径 我们是不是可以怀疑杀死张三的人 和越狱的是同一部人 极有可能 对不起啊 喂 唐德宗 林医长 清雕醒了 好 我马上过来 怎么样 我已经处理了 点御长 林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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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出去了 好 好 四二三一 你能听得到吗 我问你 这次越狱的主谋是谁 谁 你能听得到吗 这次越狱的主谋是谁 我来吧 谢谢 岳渝的主谋 是林九哥 你确定是他一个人干的 确定 是他发现的下水道口 所以他想岳渝 可是不巧 中途被我们发现了 他就想带我们一起岳渝 都是他一个人干的 那我问你 那个下水道口直径原本不足一尺 厚度足足有三寸 水泥板子底下还有钢筋铁条 你说是林九哥一个人凿开的 好 就算是他凿开的 难道其他打扫浴室的女球 都没有发现吗 你说是他一个人挖开的洞 这显然不符合逻辑 我不懂什么是逻辑 反正就是他一个人干的 就是他 四二三一 我已经派人去把这个月的劳动记录拿来 我警告你 你如果拒不交代 只能是罪加一等 我 我说的都是手 点狱长 这是这个月女球的劳动记录 你下去吧 是 根据劳动记录上面的记录 林九哥这一个月 在浴室里面的主要工作 集中在厕所 厕所在东侧 越狱的下水道口在西侧 之间距离有十几米呢 你说林九哥是如何挖了地道 他 也许是打扫完厕所就挖的呗 你别以为把罪责推给别人 你就可以脱罪 四二三一 我再问你一次 张三到底是谁杀的 我说过了 就是林九哥 你是怎么确定的 他自己告诉我的呀 他跟我说 他杀了张三 想逃脱罪责 所以就要越狱 那我问你 你跟林九哥一向不合 他被关在兵库的事 甚至跟你有关 他又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 我 他 他也许是 想让我帮他呢 四二三一 我本来想给你一个 从清楚法的机会 我看你并不珍惜 如果你拒不交代 负于顽抗 那么你唯一的一条路 只有死 你应该很清楚 我不是在开玩笑的 你本来已经被判 无期徒刑了 再加上这次的越狱 罪上加罪 良罪并罚 判你个死刑 完全没有问题 我现在只给你两条路走 第一条就是 如实交代 从轻量刑 第二条 就是等待死刑的宣判 你是个聪明人 你好好考虑考虑 我 我要是说实话 我就能活吗 那得看你实话的价值 你要答应我 去处死刑 我才会说实话 可以 只要你说的是实话 我可以答应你 好 真相就是 主谋是大芝麻和小辣椒 张三也是他们两个杀的 因为张三发现他们要越狱 所以他们就杀了张三 你是怎么知道他 大芝麻告诉我的 他是我手下 他什么都会告诉我 哪天动的手 在哪儿 这个具体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 大芝麻跟我说 他和小辣椒杀了张三 把他塞进了下水道口 然后为了逃脱罪责 他们想嫁祸给林九哥哥小白菜 就把他们两个锁进了浴室 你是说他们趁着打扫浴室的时候 杀掉了张三 是 怎么杀的 我猜是 用了美人计 然后 把他给杀死了 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就好 不需要你的主观猜测 我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告诉我 我再问你 林九哥是否知道越狱的事 那个小 那个小 我们都恨不得他死在监狱里 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告诉他 再说了 他跟警察走得太紧了 容易走得丰盛 就算他听到什么响动 他也不敢过来看 监狱里的规则 这次共同志 在监狱里的帮行 大家在意面 这次的刑狱如果你们 没有 那些刑狱 没什么 可以 那些刑狱里的刑狱里的刑狱 甸鱼长 您认为呢 青雕跟林九哥一向不合 可以说是水火不容 如果林九哥有什么把柄 落在青雕的手里 青雕是不会放过他的 所以从整个逻辑上来看 我认为林九哥可以排除嫌疑 而且昨天晚上我女儿突发疾病 是那种很凶险的传染病 林九哥他一直陪在我女儿身边 我给过他选择的机会啊 如果他参与了越狱计划 他没有理由留下来 从理性层面 现在并没有证据 能够证明林九哥有罪 从感性层面上 我更愿意相信 林九哥是无辜的 师兄 典长 能不能让我和他单独见个面 嗯 谢谢 谢谢 八九六三 你过来 解散 电影长找你 是他来了吗 既然我能看出来 那龙天羽 一定也会看出来 我要是你 肯定是第一时间让龙天羽相信 自己是无辜的 你不愿意见他吗 见虎不见由不得我 他是警察 我是嫌犯 该来的迟早要来 来 进去吧 今天不是探监日 典一掌 特别批准我来接你 坐吧 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 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 越狱的事情 你是否知情 张三的死 和你有没有关系 没有 如果那天晚上 点狱长没把你叫去 会是怎样的结果 跟现在一样 龙队长 你问完了吗 这是我在林局长家找到的 是你亲生父亲吧 你看到画像的那一天 就已经认出来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你不相信我 你信我吗 你信我就不会来问我 说到底你就是不信我 在你眼里 在你眼里 我就是一个罪犯 对吧 从我们认识第一课到现在 就没有变过对不对 我不是也让你多给我一点时间吗 你有吗 你现在 不也是对我有所保留 我一直在等你 一直在等 可是我好几次快死的时候 龙天羽 你在哪儿 九哥 如果今天 我不是警察 绝对相信你 我现在就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 首先 我没有杀张三 那天 我在女穷浴室刚洗完澡 准备要出去的时候 突然张三就闯进来了 然后 我们就发生了激烈的搏斗 当她快要强暴我的时候 小白菜就出现了 但是那天的小白菜 看起来特别不一样 她想要杀张三 可是那样是不对的 我告诉她不行 事情就是这样 我没有杀张三 是她自己摔死的 你真的应该 早点告诉我这些事情 现在不算太晚 至于越狱的事情 我参与了 我也想过 那天晚上跟她们一起越狱 可是我放弃了 我怕我逃出去 就无法面对你 至于照顾都督也是一个巧合 就算都督没有生病 我也不会越狱 谢谢你 愿意告诉我这些事情的真相 我知道这不容易 我也很高兴 能够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恭喜你成功了 你不是一直让我教你骗术吗 这就是最高深的骗术 骗一个男人的信任和感情 你错了 我没有骗她 前辈 我认为最高深的骗术 不是欺骗 而是坦白 你早晚 还是会骗她的 九哥 九哥我快担心死了 还好青雕没有把你供出来 还有我提前给你更改了劳动记录 我就是想着以防万一 没想到真的用上了 龙天宇刚才有没有为难你 我跟她坦白了 她说什么 她说 她信我 那就好 这我就放心了 现在是多事之秋 你一定要万事小心 嗯 我会小心的 倒是你 我不想再因为我的事情 连累到别人 九哥 只要你在这里一天 我就不会离开